听众朋友们晚安 欢迎收听周末炼金术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宜如 今天先跟大家谈一个吊诡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跟新冠肺炎有关 2020年8月 印度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单日罹患新冠肺炎人数最高的国家 一天有超过五万七千个人感染 在这个木买的贫民窟 当然贫民窟是最容易感染的 印度因为很多贫民窟家里没有厕所 他们要走出住家去用公用的厕所 如果平均8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 那还谈什么隔离 没有隔离可言 木买的贫民窟的居民检验出来 57%都有抗体 那表示将近六成的人都有被感染COVID-19 根据我现在最新的统计 印度是超过270万人感染 将近五万两千人死亡 另外也有197万人康复 如果从新增病例来看 印度现在应该是全亚洲最惨 也是全球第三严重 可是您还记不记得就在今年初的时候 全球还有很多人都相信 印度人不太会感染新冠肺炎 那个时候首先在湖北武汉爆发群体感染 可是有人注意到武汉的印度人几乎都没有事 印度撤侨专机从武汉载了649个人回到印度 全机没有一个人感染 哇这个让当时人都非常的惊奇 可是一时之间医学上也没有提出解释 所以就有人推测 那是因为印度人吃很多咖喱 所以咖喱可以预防病毒百毒不清哦 那家家户户那个时候都开始吃咖喱 商人就发一笔咖喱财 我们家那个时候也是吃了不少咖喱 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虽然没有证实咖喱能够预防新冠肺炎 但是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僵黄 已经证实对我们身体很好 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效试一试也无妨 可是现在回头来看会不会觉得有点好笑 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掀起一股咖喱热 因为我们当时对新冠肺炎都太不了解了 它的病毒来源 传染途径 核酸检测的准确性这些问题 我们都不确定 不了解会加深对这种疾病的恐惧 人在害怕的时候心里会有各种想象 我想说的事情就是 恐惧会影响理性 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呢 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过度恐惧 忧虑或是紧张 因为这些都会破坏 我们平常好不容易建立的瓶颈跟理性 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起读书的来宾呢 他对COVID-19也是有研究的 那我先直接介绍好了 我们欢迎这个赖修碎教授来到现场 各位听众大家好 支持人你好 赖修碎教授是台大动物专业学院的名誉教授 那同时也是这个美国康乃尔的病毒学 病毒学跟免疫方面的 博士 所以我们从今年初以来 一直看到您在电视上在谈这个COVID-19的事情 对因为事实上这个冠状病毒对我来讲 是我的专长 特别在动物方面呢 事实上冠状病毒在兽医方面跟他战争了快90年了 因为它是从动物界跑到人的身上 都是从动物界跑到人 你看动物界的冠状病毒是非常多 那我们人类的冠状病毒呢 现在目前有七种 有四种就是好像流行性感冒 那是在1960年跟1965年中间出现的 那这些这四种冠状病毒 它是只有感染我们人的上呼吸道 上呼吸道感染的话就不会严重 不会引起所呼吸困难啊 或其他的在严重的有关呼吸的一个症状 OK 所以它没有什么关系 它现在跟我们人类人的共同相处 可是到了这个2003年 这个SARS跟这个2012年的这个MERS 那最近2019年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出现的话 哇真是可怕 因为这三种冠状病毒都会感染人类的下呼吸道 下呼吸道感染的话 它会引起所谓一个一个呼吸 急性呼吸窘迫症 那急性呼吸 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的议题 我们晚一点再来请教您 今天是要特别请您来帮我们 跟我们一起读书 可以可以 今天帮我们带来一本书是 我不知道教授带来的书一定是很厉害的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不好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书 我是江亦如 今天请到的贵宾赖秀穗博士 为我们带来这本书 《极静的春天》 《极静的春天》呢 它是一本环保科学的经典之作 那它是一个畅销书 也是一个长销书 大概已经有全球有17个国家都出版了 那这本书是赖教授推荐 教授您是口提议的专家 我今天问你很多问题 可是我都不会问口提议的 当然这本书事实上 我会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是一个旧书 1962年出版的 那我们旧书来新谈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 事实上 Richard Carson Richard Carson Richard Carson 他是一个女作家 事实上 他很可惜 他1907年出生以后 在1964年就过世了 虽然说他是有短短的56年 这样的一个岁月 但是他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贡献 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是在宾州的Chunton的大学 读那个生物学的 后来他又到John Hopkins 去拿到一个寿司学位 那他这个寿司学位毕业以后呢 他在1940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一个渔业跟野生动物管理局 一直在那里服务 哇在那里服务 因为他常接触这个所谓 也那环境嘛 还有大海 所以当时他就写了三本书 第一本书呢 是在1941年叫做海风下 完全在描述这个海跟环境 那第二本也是在1951年 他就大南海洋 第三本呢 也是一样跟海 海之边这些书呢 他在描写的 就好像做诗一样 那个说是 这本书的内容呢 他是非常的优美 他的用词非常优美 所以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有人有一段他说 他在那个海滨 海沙沙滩上 看 可以听到 闭起眼睛来 可以听到那个巨鸡蟹 带着那个 他的房屋 他的房屋巨鸡蟹就 上面有一个壳嘛 那在沙滩这样 沙沙沙沙 走的那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 当然会让你感觉到说 他这个 一个作家呢 事实上他当时在描述 这个海洋跟这个环境的 一个优美 但后来到了1962年 他写了这本 所谓极静的春天这本书呢 那这个完全就不一样的风格了 因为当时他这三本书 前面三本书 畅销的非常 非常畅销 所以他也有收入 很多的收入 后来他发现到 这个整个的环境不一样了 那就是 他是在一个美国的 一个中西部里面的一个小镇 他发现说 怎么鸟儿不见 没有鸟儿的声音 你讲到这里 我干脆把他这段原文朗读一下 因为这个作者他很特别 他其实事实上是 Time 选他为二十世纪的 一百大影响人物 而他这一本书 极静的春天 在全球畅销 已经卖超过两千万册了 那谈的是科学 可是他的本身的这个文字是 行云流水像诗一样 我想很多人会很好奇 是一本很科学的书 他为什么这个书名叫 《极静的春天》 我现在马上读这一段 美国中西部有个小镇 那里所有的生物跟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小镇在一块块棋盘般密布的农田之中 富庶的农田和麦田 果树 富满山丘 交织成一幅美丽的土画 春天时 白云般的花朵飘荡在翠绿的田野中 在秋天 橡树 枫树和画树 展现出烈火般纷纷飞跳跃的彩艳 在苍松的底幕上熊熊燃烧 即使是冬天 路边的景色也是美丽的 后来 一场奇怪的瘟疫 袭击了这个地区 一切就开始改变了 牛群和羊群病得病死得死 到处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甚至小孩会在玩耍中忽然得病 在数小时内死亡 不寻常的寂静突然降临 很多人都在问 鸟儿都到哪里去了 我想我们首先破题 这就是一个寂静的春天的情景 这个Richard Carson他说 这个故事 美国这个小镇这个故事是他编的 可是事实上这样的情景 在全球的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所以呢他把这个 把这个可怕的现象取名为 这个寂静的春天 那我不知道赖教授 本来春天是很热闹 很活跃的 什么这个生物方面都很 非常的活跃 特别是在这些野生动物 像鸟儿啊 或者是其他野生动物 他们都跑出来了 因为春天到了 他们有很多的 这生活的一个活动 所以他因为就是看到了这个 怎么一个小镇 本来是那么 春天到来是那么漂亮 鸟儿都会叫的 那现在忽然先没有了 所以他 激起他的一个思维 他感觉到说 这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后来他就去探讨了 探讨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在1958年就开始 要写这本寂静的春天 事实上他要写之前呢 有很多人认为 你写这个是太 太 可能没有卖点 因为你要写这些东西 虽然他的文笔都很好 但是他最后卖了2000万册 没有错 因为他这一本一个他在58年前 他几乎就是能够看到 这个未来的一个 一个整个世界 这环境跟这个化学药品 这些生产这些所谓杀虫剂 叫DDT这些的生产商 几乎是跟他们有一个 好像对打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写了这本书 当时他因为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但是他呢 只要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他收集了很多的研究报告 而且有非常多的医生 也都给他建议 所以他呢 在写出来的话 有一共这本书有17章 那写出来的时候 都是对整个这些 除杀虫剂也好 这些所谓化学药品 特别他提到这个DDT 的一个污染的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 56 58年前 他这样的一个眼见 那很多人都认为他是 这个疯子 你随便乱讲嘛 怎么可能吗 OK 后来 后来这个事情 没有人敢给他登啊 那纽约克这个杂志 就把他联系登出来 那这个登出来以后 被这个美国的总统 Kennedy知道了 那美国总统知道了 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请他的 命令他的一个 一个科学的一个审查委员 委员会去调查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后来确实 这个是没有错的 因为这个环境受到 这些杀虫剂啦 受到这些DDT的污染呢 整个环境都变了 像很多的河流啊 都鱼都死光啦 那是因为这样的话 他得到 Kennedy总统的一个招见 而且他得到一个 Nermetto 就一个勋章 一个一个勋章 就是总统 总统自由勋章 这是非常 非常高的容易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事实上呢 他非常不容易 他这个书呢 总共呢 他有了十七章这么多 十七章这么多 他事实上 他第一章就是刚才 我们主持人所讲的 他预言嘛 他发现到这样的一个 西部的一个小镇的乡村 整个鸟儿不见了 整个变成一个非常安静的 一个春天以后 他第一章的引言就是这样 事实上这个是预言的 预言说将来会发生怎么样 对 因为Richard Carson的这本书 也导致就是说 竟然促成了就是DDT禁用的这个policy 但是这个禁用 虽然是禁用了 但是DDT的这个半衰期是有一百年 所以我想问教授 DDT的影响现在在这个世纪应该还是存在的吧 哦DDT的影响现在还在存在 因为DDT的半算力 事实上DDT是在1874年发明的 德国人发明的 大概1939年的时候 我发现他杀这个虫的那个效果非常好 所以DDT那个时候就大量的一个制造 你知道DD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联军是把DDT DDT都撒在这个身上 因为他那时候在东南亚这个地方的战场 非常多的蚊虫 那事实上没有办法来 来克服这些蚊虫 所以他把DDT撒在他的那个军服上 甚至于呢 他在他的那个饮料的那个cocktail里面 他也掺了一点DDT 因为那个时候对 是不是喝下去 那这样是跟川普说那个奎宁 差不多 事实上DDT这种东西 是自溶性的 要有脂肪它才可以溶解 所以你如果撒在这个皮肤上还好 他不会吸收你知道吗 但是他如果经过其他方 途径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他就会会那个吸收 你知道当时我们台湾在1952年 到1958年的时候 六年中间呢 我们使用了DDT 把全省的 那时候全国的 全岛的那个 那个各个角落呢 每一个挨家挨户都在喷DDT 为什么要这样喷呢 因为要消除这个内疾 匿疾是由蚊虫所传播的 所以他那个要消除 哇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一撒下去了 那个狗猫啦 蟑螂全部都死掉 那个时候甚至于我们小学生 那个有头发有长那个 丝啊 头丝啊 他也用DDT下去给他 撒一撒 把这个要除这个DDT 因为那个时候对DDT的一个认识 不多 可是呢 因为DDT后来呢 发现了他对这个人的一个影响 他会引起这个整个 也算是一种环境候谋 他会引起男性的磁性化 然后呢 对这个他的那个 那个半衰期呢 又是那么长 几乎是一百年 所以现在来讲呢 应该这样在 在英国他们有很多的医生呢 好几个医生 就做了一些研究 他们做调查 他们发现说 现在的 现在哦 今天的这个妈妈 生孩子以后 这些母乳中间呢 他含有 还含有这个DDT 他说至少有30个PPB PPB就是说 10亿公 10亿分之30公克 那在脂肪的那个 他残留更多 有一个PPM 因为是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探讨 虽然说说 DDT1970年代就禁用 但是很可怕是 他这个影响 在一百年内都会存在 还有今天读这本书 我们也想问到 就是Rachel Carson 写的《极静的春天》 那台湾的 《极静的春天》在哪里 等下再请赖教授跟我们分享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 我是江一如 今天跟大家一起读的书 《极静的春天》 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读书的 是知名的赖秀岁教授 赖教授 我其实也有读一些您的文章 你这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爱丁堡的石都华 欧文医生 他曾经有研究过不孕症 就是里面有一个结论 就是很重要 说1970年以后出生 男人的生育率 开始降低了 我想这跟我们之前 就是我们现在很关注 环境荷尔蒙的这个影响 但是没有想到说 这其实可能跟DDT也有关联是吗 有关联 跟DDT 跟树化剂 跟这些所谓杀虫剂都有关系 这整个化学药品 我们称它为环境荷尔蒙 实际上环境荷尔蒙是在 是一个日本的井口教授 他发明的一个名词 环境荷尔蒙就是说 在环境里面的这些化学物质 它可以进入人体 那它就扮演着像一种荷尔蒙 它取代代替了人体真正的荷尔蒙 它会跟真正的荷尔蒙竞争 竞争 然后你在 妇女在怀孕的时候 在胚胎期的时候 它竞争 它会去作用到这个生殖细胞 使这个男性的那个婴儿呢 它会变成雌性化 所以呢 你刚才提的说 英国Stuart 他们欧文这些医生呢 他们专门在看这个所谓不用证的一个男孩子 结果的夫妻啦 结果发现了他们的金虫呢 都比原来的就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这小孩子的以后长大的金虫呢 都比原来的在1970年以前生出来的这些男人的金虫呢 就少了一半 几乎一半以上 为什么是以1970年为分水岭呢 没有它是这样子 1970年以后呢 因为才发现到 它那个时候才发现到很多的问题出来 因为在英国呢 在欧洲也一样有这个Richard Carson所说的这些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 这个杀虫剂啦 这些化学药品的污染 DTT的污染 还有多利联本的这个 这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 并不是说就在亚洲或者是美洲 这个整个 因为后来这个 我们当时在1962年的时候 这个Richard Carson写变书的时候 人类才31亿多 那个时候美国才1亿8千多万 我们台湾那个时候才将近一千万左右 所以那个时候人类还不是 还不是很多 人类的那个数目不是很多 但是那时候的生产就很快 很多的那个农田啊 都大量的生产 那大量的生产以后呢 就是一个极烟农场以后 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会有这个坑虫的害啦 还有其他的一个问题产生 那就必须要用这些化学药品 那当时就是当然很多公司 就生产了很多的这个杀虫具啦 来供应来铺杀这些坑虫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们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Richard Carson事实上在58年前 他就发现到了 他就发现到他这个17章 他17章里面呢 全面都是在叙述这整个 他的一张一张叙述 这个所谓如何来污染 这个这些农药啦 这些杀虫具啦 如何来污染这个我们的环境 那造成很多这些 所谓生物上的一个死亡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来生存 譬如讲他这些杀虫具 这些所谓的这些DDT 这些环境荷梦 他有在第14章 他指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说第14章叫四分之一 什么叫四分之一呢 因为当时那个美国的癌症学会呢 他们有做一个统计 说在1958年的时候 他们会产生癌症的人 大概有15个percent 他后来认为说 这个癌症的发生呢 不只是15个percent 应该是要快到25个percent 所以那个时候的 美国的人口是一亿八千多万 他认为会有四千五百多万的人 会得到癌症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大胆的说出来 那也是后来也印证 当然癌症的原因是很多啦 可是环境的一个污染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他这边就有提到说 他有提到一句话 他说人会自己制造致癌物质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那个时候如果没有 去征求或看到很多的研究报告呢 他不敢写这样子 因为你写这样的话会被人家认为说 你乱写这个也很危险的 是要有责任的 后来呢你看 他这本书到最后来呢 当然是一个大灾难 他虽然说你政府 这个环境被这样大量的这些 杀虫剂或DDT来 来扑撒污染了以后呢 可是这个大自然的昆虫 他们也会反扑啊 他们又产生抗药性 那你越傻越重 那毒性越高 那坑虫它一直变 它就产生了很多的抗药性 所以人做的这些化学物 也是一直在进步啊 也是一直在 对毒性更高嘛 所以它就危害我们 危害我们人体给更严重 这本书最后呢 他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他说我们人类有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说 好像你在走高速公路 非常快 你就可以走到 大量的使用这些 继续使用这些杀虫剂 这些DDT 或是其他的这种 除草剂也好 就是化学药品 那你这高速公路 你走得很快 当然你可能会 生产很多的粮食 来供应这个动物啦 或供应我们人类的使用 但是你走到最后 就是一个灾难 就是一个灾难 它是建议说 另外我们还有一条路啊 另一条路是什么 另一条路就是可以用 生物防治的方法 另外很多种的方法 生物防治 就不会影响到 我们人的健康 后来 让人 可以举个例子吗 生物防治的概念 这像生物防治的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 这个害虫嘛 坑虫这些东西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 坑虫 来使它消灭 譬如说 用它的天敌 天敌 或者是说 你让它跟它这个 另外一种坑虫 跟这个 它做基因改造以后 来 跟这个母的 这个坑虫 来交配以后 这个交配以后 它就没办法生 没办法再生下一代 那用这种 好像用绝育的方法 生物绝育的方法 很多种 来使这个 大地 不要使用这些 所谓的除草剂 这些 杀虫剂 这些 这些东西 真的对人会引起 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事实上后来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物种的基因改造 我也很好奇说 现在有很多食品 是基因改造 这些食品 吃到肚子里 到底安不安全 我想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好不好 欢迎回到 周末炼金术 我是江一如 今天很荣幸 请到赖秀 随教授 跟我们一起读书 赖教授刚刚有提到了 这个 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基因改造 一直有很多人 也都在问说 基因改造食品 到底安不安全 那其实 我们现在 其实大部分的食品 其实都是基因改造 有时候你没有注意看 它的标示 你没有发现 那像我的表弟 他们住在美国 他说 你走进那个超市 全部都是基因改造 全部吃的都是基因改造 他们也不知道 我这样子吃 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 请问我们专家在现场 基因改造是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事实上 最大量 最多的基因改造 就是玉米跟大豆 那现在市售的这个玉米 大概97个percent 97个percent都是基因改造 那我去走进超市 他都跟我说是有机的 那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可能是有 那个可能会 你要特别标示 但是一般全世界 现在用的 所谓玉米跟大豆 都是基因改造 那玉米大豆 基因改造 都是最主要是提供 这些动物的饲料 那动物的饲料 他们吃了以后呢 这样的基因改造的 应该到目前为止 没有说人吃了 或动物吃了 动物这么多的吃 会有什么异样 没有 那但是基因改造 这是一个最早 就是这孟山多 他们这个公司 他做了这个基因改造的 这个玉米跟大豆 他是从细菌里面 分离到一些 他的基因 把它植入这个玉米里面 或者大豆里面 让他能够分解 这个所谓除草剂 因为你这个玉米田里面 你需要 要把那个草 要把它除掉 那你都要喷洒 这些除草剂的话 那些除草剂会引起 也是非常严重的 一个环境hormon 会对人的整个会有伤害 那所以他们就 把这个除草剂 虽然喷洒了 但是因为这个基因改造的 这个玉米 可以把这个除草剂 这些化学药品 可以把它分解掉 那另外呢 他又植入另外一个基因 可以把这个要吃玉米 吃大豆的这个坑虫 这个虫呢 他要吃了以后 他就把它堵死了 所以这个虫就不敢去吃 吃这个玉米或大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必撒这些 所谓杀虫剂了 所以这个事实上 这个也是Richard Carson 他讲说 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他在这个书的ending 他就讲到 其实事实上人类 应该是要想办法 有这个第二条路 当然第二条路是比较 比较走的比较慢 但是到最后是比较安全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这本书事实上 他在58年前 能有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意志 这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刚才讲说 他短短的56个年头 他的生命非常短 但是他写了这几本书呢 事实上对整个社会 当时是受到 很多人的一个抨击 但是后来呢 他是得到证实以后 他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 譬如说DDT DDT也是后来因为DDT 这样的一个被引起注意以后 DDT在那个 联合国的一个环境的归属 他是在2009年 他就就有一个规划 他说希望呢 这个DDT在2014年的时候呢 就要减到剩下30% 那到2020就要完全的停止使用DDT 他现在已经2020了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因为 因为我们的环大利亚 我们的内疾 内疾还没有办法消灭 内疾每年都有上亿的人感染 那死亡现在好像因为药比较死亡 都差不多快百万人 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内疾因为很糟糕的时候 内疾这个疫苗一直延花 都没有办法制造出来 如果疫苗延花出来的话 那这个内疾应该就可以一防 那DDT也就可以不必使用了 可是所以说现在在这个 所谓开发中国家 特别在东南亚非洲这个地方 有内疾还在流行的地方呢 你没有喷洒这个DDT的话 是没有办法来控制的 所以因为有这个DDT的使用呢 现在每年因为内疾死亡的人 就减半了 就减很多了 以前都是每年要一两 一百多万的人死亡 现在每年大概是五十几万的人死亡而已 所以DDT的一个公用呢 还在 所以还没有说完全把它禁止掉 但是在美国也好 在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在1971年就禁止了 虽然我们在1952到1958 这六年中间呢 我们用了这么多的DDT 但是我们事实上发现了很早 我们很早就禁止掉了 所以你刚才谈到台湾 事实上台湾的一个 寂静的春天 事实上很早就发生了 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台湾 还有更多的问题 有其他的那个 像我们有革命事件 就在1982年的那个 那个桃园的观音山的革命事件 还有1979年的多利联本 台中那个 那个一个 那个 农亚的一个学校 他那个学生 受到一个这个 这个叫做米康油的一个污染 像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当时都没有办法来预知的 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台湾的这激进春天呢 事实上很早就发生 但是现在我们的整个 因为我们也有繁保署 我们整个的医学都发达 公共卫生都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对这个 整个环境的污染呢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食品里面的 这个 重金属的污染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小心 而且也规定的很严 而我们也有很多检验的方法 我们也有很多的检验系统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 我是江一如 我想继续请教赖教授 一个比较critical的一个问题 我看到在这个 美国干纳迪总统成立调查委员会 那他们把这个DDT 对于美国环境的影响 做得非常的清楚 我就会想 那台湾用DDT也是很凶的 我想我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没有这样子一个 调查报告出来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看到一些evidence嘛 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台湾对于这些 环境荷尔蒙调查 到目前为止就两篇论文 就在讲说 这个环境荷尔蒙 对怀孕的一个影响 另外一篇 就是高雄医学院做的 那也是非常 肤浅的一个调查 所以这个台湾为什么 没有深入调查 我认为 这应该是公共卫生 这一个领域的 在学校啦 或者在政府机构 他应该要去做的 可是现在台湾也不错啦 台湾对这个 所谓食品安全 这个整个污染 这已经做得非常严格啦 而且有一定的这种 不做规定 不做规定在做 你看这次中药的一个 台中那个中药 台中那个中药的污染就是 那事实上是太扯了 这个是因为一个 一个中医师 能把这样的一个净药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医师 而且他们用这个药作为补品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认为 加入吃他的这个药 就是可以来补品保身 结果他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重金属的一个问题 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这个东西 事实上讲起来 这些中医师都要吊销制造的 那台湾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 应该是在这个环境的一个污染的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现在好像好多啦 因为我们在整个 这个农药的使用 现在还是在使用这个 所谓年年春 年年春 年年春这个 因为你没有 台湾有些种农业 在这像香蕉啦 或是其他的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农药的使用 还是不行 但是农药使用 你一定要有它的规换 有它的一个使用期 菜也好 什么东西 要杀这个云虫 那你必须要遵照这个药物的规则下去使用 那才有安全性 你什么时候不能喷 像比如说你几天以后要上市你就不能喷 喷这个农药 因为它一个药都有一个安全性 会有一个分解的一个时间 就跟我们在吃动物在打抗生素啦 或是利用使用这个药物 它也有一点停药期 你要屠宰以前规定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你不能使用这样的药 或者会残留在肉里面或蛋里面 那我们的人吃就会有影响 就会变成一种吃进这种环境的药物 那就您了解我们农民朋友们在遵守规范上面是算严谨吗 应该现在不太不太敢乱来 没有如果没有照这个规范的话很容易就被发现 因为我们也有抽查的系统 我们整个这些我们的卫福部事实上 这个卫福部我是感觉到我们对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我要讲建议的 因为我们卫福部跟农委会 这个农的跟卫福部他们的系统事实上不是一条边 那这个一样都是在管理这些我们的食品安全的 或者是环境卫生的 那这个应该是要一条边 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要一个单位来做的 那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 好像是分工的农方面就由农委会来做 那食品方面就由这个卫福部来负责 就是跟一条猪在农场里面是农委会管理的 但是你杀了以后弱品到了我们这个市场上 是卫福部的一个责任 他要监督他怎么样 那这个事实上很方便的应该是一体的 是我们希望教授继续为我们政府提一些建言 那我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 也是很难的机会您来到现场 我真的还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新冠肺炎 您预测它 因为新冠肺炎 这个病毒跟其他的病毒不太一样 这个病毒它感染了以后 它没有所谓持续性感染 所谓持续性感染 我恢复了 我不会再保有 持续性感染的话 我恢复了 我会还在保有这个病毒 但是它没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它一旦就好了以后呢 它就病毒就消失了 它不会存在我们所谓的上呼吸道 我刚才有提过说 冠状人类有四种的冠状病毒 因为它有持续性感染 那你如果没有持续性感染的话 这个病毒呢 它会经过在一个地区 必须要有五个月 五个多月的时间 它自然会达到一个 一个那个感染的那个数字 会达到一个顶峰 然后下降到 到趋缓到 可以接受的程度 或者是说消失 我依据 或者是说会自然消失 我依据这个病毒 现在因为有整个世界 其实六亿人都面对这个病毒的威胁 你如果到了 明年的六七月 这个病毒我认为会自然消失 或是趋缓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都是无症状感染 或者是非常轻微的感染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所谓的 死亡的一个病例 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病毒 也会比较安心的 今天非常感谢台大受医专业学院 名誉教授赖秀岁博士来到现场 我们今天一起读了这一本 《极尽的春天》 也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江一如 我们再会 谢谢 我喜欢《极尽的春天》 我喜欢《极尽的春天》 我喜欢《极尽的春天》